是的,我是一個絕對還有輕飾的一個人 就是我條件首先第一關要過了法治的關 我喜歡一個比較獨立的女生 那...靚...靚...和靚... 我覺得這個人很像我以前拍拖的狀態 因為我以前拍拖都很自我、很想自己 因為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去做 然後經常都會忽略了身邊的另一半 這個是我以前拍拖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句歌詞是很重的 我是一個絕對還有輕飾的人 我以前拍拖都會寧願去和朋友聚會 都可能沒有去陪女朋友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現在我未知有沒有機會去嘗試這個 有沒有改善了,因為還是單身 首先第一關要過到法治的關 不是,因為花姐經常都說 她說不是不讓你拍拖 但是你拍拖之前也要回來見一下我媽媽才行 如果我真的找條件 我喜歡一些比較獨立的女生 比較獨立的女生 因為大家都沒什麼時間 不可能長時間去陪伴 我相對喜歡一個比較獨立的女生 那麼,很漂亮 很漂亮 和很漂亮 我喜歡可愛型的女生 多於一些很sexy、很hot的 我忽然間很難想一個怎樣的女生 但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可愛的女生 特別入行之後 如果拍拖是真的需要另一半的明白 我明白我這一行的性質 或者我這一行的工作 會做什麼 首先要另一半明白 而另一個就是 希望理解得到我這個工作的時間 真的會很長 未必可以長時間陪伴她 或者可能出街有機會都要 如果不是公開的話 都要被秘密密這樣 而另一個就是 我都知道支持自己的問題 就是太過於想自己 那我覺得 如果將來有機會拍拖的話 真的要多一點去 嘗試在另一半的角度出發 做這首歌的時候 都已經是想找Ian作曲 因為今年Ian的計劃是 花姐想他往多一些作曲方面的發展 問有沒有興趣幫隊友寫歌 那我第一個就說 咦?寫的話 當然是第一個就是 我先搶了這個位置 那我就很早就跟Ian要的這首歌了 所以在沒有簽一個畫去之前 其實這個計劃已經有在談的了 其實他寫過兩隻給我的demo 那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蝸牛的demo 多一些 因為他一聽的時候 我就立刻想起我自己 以前的一個故事 我就說 不如就這首吧 我很想將我的故事 都放進去 和你的歌 做在一起 所以我就把我的故事 寫給林若玲 然後林若玲 最後就寫了 《蝸牛》這首詞出來 因為我第一次唱這首歌 我都真的很緊張 很緊張很緊張 我說花姐你可不可以回來看我們開廠嗎 我說叫了她回來 又不能放假 叫她回來陪我 每次一圓都馬上問花姐 她剛剛怎麼樣好不好 總之她說得出 過了她的一關 我個人都會頂一點 因為有另一隻眼睛 幫我看著 其實她的意見 或者她的說話 對我們十二個人都很緊張 因為她每一次都是 特別是我們十二個人 有什麼不開心 或者有什麼沒有方向的時候 都會特意去找她拿意見 她都會給我們一個好的方向 她經常都叫我不要那麼衝動 就是叫我 想多一步 不要那麼衝動 就可以了 就是說她說很多東西都很好 但是就經常都很衝動 每一次的衝動事件過後 冷靜回之後 我都會審視一下 自己都會覺得 剛剛其實可以有一個 更加好的方法去處理 我都會有很多這些反思 我都是屬於在長期的反思下 才會進步得到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一兩次反思 都沒有足以令我 真的把壞習慣 可能真的要三四次 才會慢慢認識到自己 真的不行 我要去改過 入行之後 反而是沒有那麼… 開始越來越沒有那麼在意 其他人的一些目光 以前入行之前 當舞蹈員的時候 會很介意別人的目光 或者很想別人注視我 或者會很介意別人的評語 很介意別人的評語 你覺得好不好 或者你做這個show 表現好不好 但是開始由比賽到開始 現在慢慢就開始 懂得過濡 過濡了一些 哪些是對你好的評語 哪些是一些沒有營養的評語 那就開始自己慢慢去過濡 然後吸收 然後再去自己轉化 如何去改變這個動力 變成新人只有這一年 我覺得這個是 今年的而是一個最大的目標 都很希望可以有機會 夢想達成 因為始終是 這件事也是我自己入行 或者以前入行之前 每一年看頒獎禮的一個童景 希望我們三兄弟都可以加油